每年平均20多万个孩子被拐 40万儿童至今下落不明 直到看见《浴火之路》的故事原型 才明白赵丽颖为何接下这部戏 冰冷的数字阵笼发溃 现实如此可怕 这样的电影应该被所有人铭记 因为单看新闻很难想象事实的残酷 但《浴火之路》让我们看到了人贩子的精明可恶 可恐怖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在人贩子眼里根本没有拐不走的孩子 曾经有正在服刑的人犯说过 他们一只手卡住孩子的驱赶 一只手捂住孩子的嘴抱起来就走了 根本不用跑 甚至单看背影和普通家长抱孩子是一模一样 他们仗着孩子动不了 发不出一点声音 干起了这样伤天害理下地狱的勾当 尤其是再过上三五年 仅凭一张照片就算真的见过 哪怕是至亲也很有可能认不出来 电影里出现的所有被拐儿童信息都是真的 每一个宝宝都能在寻人网站上找到 电影人的格局在这一刻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类似的事件 国内一直有影视剧在做这样的题材 除了关斗评论区总提到的 李金明被真林秀农村家庭强留做老婆的经典案例 和极限挑战黄渤拒绝帮农村孩子找妈妈的案例之外 影视剧也有很多 2007年上映后一直被禁的盲山 讲的是拐卖妇女 2014年黄渤的亲爱的和2015年刘德华的诗姑 都是拐卖儿童 还有热巴和金世家的代播剧《利剑玫瑰》 国内影视从未停止对这一题材的宣传 可电影电视或许有绝对圆满的结局 但现实很难 那些真实发生的事远比故事里的更加残忍 不过幸运的是 从未有人放弃寻找 今年9月27日 公安部的夏季行动 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109起 解救被拐妇女儿童2505名 坏人多但好人更多 最后希望天下无拐 每一个幼小的生命 都能在健康平安快乐的环境下茁壮成长 明如的宝宝早日找到回家的方向